我们新国会新民意定会即刻修法 让我们的核电厂可以研议符合世界的潮流 而不是死守住2025的备合家园 国民党部分区立委吴宇丁任期即将届满 他在任内推动的原子反应器设施管制法修法草案 立委王洪威与新科立委李燕秀、罗志强 也透过今天的记者会 宣示未来将持续推动修法 解套和电厂研议 民众关心的是三件事 一个是电太贵 还有一个是电不够 再来呢就是电太脏 因为接下来全世界都要客人探税了 所以到底我们的电是不是太贵 太脏不够用 到底有没有解方 我们来看看这是到去年11月底 我们的台电各种燃料的成本 发电成本 我们可以让这个粉红线出来的 核能的发电 它就是最便宜 不是之一 就是最最最便宜的发电方法 它的发电成本甚至比我们目前台电 所有燃料平均发电成本的一半都还要低 不到我们平台电平均发电成本的一半 我们知道台电现在是卖一度电就赔一块钱 如果卖的是核电 卖一度电是赚超过一块钱的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电不够用怎么解 很简单 我们看一下这是目前核三厂第一号机跟第二号机主 它的发电情况对比中火的一号机跟二号机 我们可以看得到一台核电厂的反应炉 它发的电是中火一台机主的两倍左右 也就是说电不够怎么办 很简单 核一核二核三 我们total有六个反应炉 我们不要放着都浪费不用 我在这边也准备好了相关提案 就是沿用我们吴丁委员 当时其实他也跟很多的专家学者做了研究 那这个条文呢我们会提出 待会呢我也会请我们艳秀委员 还有志强委员来共同来提案 等到我们党团山长产生之后 我们也会建议我们的党团 如果党团可以成为党团提案的话 那么当然我觉得这样是更有效的去执行 地委李彥秀表示 国际能源总数都将核能视为减碳的重要方法 第一 美国日本欧洲南韩都已经启动核电厂研议 地委罗志强也说 国内能源政策须有一定的弹性 才不会受意识形态绑架造成能源困境 这个核二核三场 详实的一个数据跟一些试证 但在这基础之下 那我跟红卫委员 还有跟艳秀委员 我们会共同的来为我们台湾的能源安全 来做最佳的后盾 特别在去年在杜拜举行COP28的会议当中 22个国家也要为了达到全球净零排碳的目标 也在2050年要提升我们接下来的核能的发电 要达到我们2020的三倍 这是最重要的第一个目标 第二个包括我们现在世界能源展望会的报告当中 为了要控制我们全球的气温在1.5度以内 达到净零排半目标 他们也强调 未来再生能源跟核能 洁净的能源 要从现在的39% 要提升到71% 解决我们现在缺电 而且能够有干净的核能的问题 然后包括我们现在欧盟永续金融分类的标准当中 也特别强调在金融业将资金引导达到欧盟气候 包括环境改变的策略 所以他们也特别认为核能在特定的条件之下 被欧盟认为是可以是一个永续的能源之一 过渡性的永续能源之一 这是在欧盟的部分 另外特别是美国在今年基础建设当中 特别拨了620亿元作为未来更公平清洁的能源计划 里面它就有60亿元的基金里面 是协助核电厂能够继续营运 所以这一块都是几个国家特别强化在做 包括我们亚洲邻近的韩国 从现在的目标 从2030年前要把核电的占比 从2021年的27.4%提升到30%以上 然后包括日本 现在正在通过这个内阁的会议 未来将延长核电机组最长的营运 达到60年以上的修正的草案 王洪威说因应国际净零排碳重启核能趋势 新会期提出核子反应器设施管制法修正草案 明定不设定延伸申请期限 在台湾自主能源严重缺乏 评估核能安全条件下 目前核能发电仍是较经济稳定且洁净的 重要电力来源 相关修法推动势在必行 记者问一句台北不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